科学的发现最多的还是考验人类的耐心和意志力 许多神秘的发现正是在科学家们的坚持下才得以实现 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些科学家们发现的有趣天文事件 快速射电爆发或称FRB 表现为强烈的短暂的射电能量脉冲 它就像看不见的子弹一样 不断地在宇宙中闪烁 科学家们也不太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 然而2019年的时候 一个研究小组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他们设法追踪了一个FRB 并首次追踪到它的精确起源 多亏了澳大利亚的射电望远镜阵列 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 研究人员发现 爆发源于一个银河系大小的星系 距离地球约36亿光年 据专家称 这些结果表明 FRB可以在各种宇宙环境中形成 当科学家们不再跟随神秘的无线电脉冲回家时 它们便带着人类的梦想寻找新的宜居行星 在2020年1月7日 科学界宣布 它们在一个地球大小的行星的大际中 发现了水蒸汽的存在 这是否意味着 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是可能的 也许吧 但有几个事实需要记住 首先 这颗被命名为TOI-700D的行星 位于距离我们100光年的南部金雀星座 这颗行星围绕着附近的一颗红矮星TOI-70运作 其质量和大小约为太阳的40% 温度也大致相同 连同TOI-700D 还有另外两颗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 TOI-700B和TOI-700C 但是 TOI-700D之所以如此特别 除了它的大气中有水之外 还是因为它位于所谓的可居住区 这不是科学家第一次遇到类地行星 但这一次我们可能接近一个突破 仅仅承认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不断寻找它的踪迹 2019年10月 美国宇航局明确表示 不只有内地行星才可以承载生命 一组研究人员在土星卫星土为二的海洋中 发现了有机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携带氮和氧 这两种化学元素在产生氨基酸中起着关键作用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复杂分子 不管怎样 没有蛋白质 我们所知道的生命也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关注土为二 他们一直怀疑它的表面可能隐藏了生命的组成部分 但去年研究人员首次检测到水中溶解的有机分子 这意味着这些化合物可能经历深海化学反应而产生氨基酸 中国于2019年初登陆月球表面 值得记住的是 由于地球的引力牵引 迫使月球的自转速度与轨道同步 月球每28天绕地球自转一次 这意味着我们总是看到月球的同一面 却看不到月球的另一面 不管怎样 当中国的登月舱到达月球的黑暗面时 它改变了历史 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知道 月球未经探索的一面究竟隐藏着什么 就在SpaceX发射改变航天器历史的前几天 维珍轨道公司进行了其 首次空气火箭发射器一号的发射 该公司的目标是使用发射器一号 将一颗小型卫星送入太空 发射器一号 有一架改装的747大型喷气式飞机携带 该航班从加利福尼亚州 莫哈韦航空航天港起飞 当时这架喷气式飞机飞到约一万米的高度 并在这一高度向上抬起机头 开始陡峭地攀升 然而火箭因故障关闭 于是发射装置一号坠入地球 最后落入了太平洋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您对以上分享的事件都有些什么看法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潜在的外星生命呢 请记得留下您的看法 感谢收看